歡迎收看你的收看,我是陪你加入數學 那我們接下來要繼續介紹之前當作作業的一些蠻不錯的解合問題 像這個問題 他說呢,這個D是BC終點,然後E又是AD終點 那這個問題尤其是出在我們已經學過重心之後 可以用來考驗學生是不是反射性的覺得這個一定是重心 那它不是重心 如果是重心的話應該是2比1啦 它不是1比1 如果重心的話這邊會是終點,但是它不是 所以這邊跟這邊一樣,這邊跟這邊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它要你證明這一段跟這一段比是1比3 那在這一題呢,其實需要做一條輔助線 過低做 低P平行 E B B B F 交AC 於 P點 好,就是做這一條 低P,然後它會 平行於上面這裡 那因為這一條平行於這一條 因為DP平行於EF 且依為A柱終點 所以DP會是兩倍的EF 第一批平行BF 這個過一邊終點 而且平行於底邊 那這一條就是平行於這一條 而且是他的一半 所以這一條是他的兩倍 同樣的 這個是這個的終點 所以過一邊終點又平行於底邊 所以三角形BCF中 DP是一半的BF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EF呢 其實是四分之一的BF 那最後就得到這一點 EF比B E4比1比3 可以嗎 這是這一題 他的證明其實就是加了這一條就不一樣 所以說你假如老師出題目的時候 不希望太難 不希望學生想不到 你可以幫他畫這條 那幫他畫這條 就是說有 而且這一條 平行於這一條 然後就是要他 試著用以知所學去證明 那這樣這個題目會簡單很多 來看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基測題 他說要在這個圖形裡面 在L上面找到一點P 這個L是垂直於M 有點像平面做標將 我希望找到一點P 使得APO的角度 會等於ABO 會等於ABO 那這樣子的話要怎麼做呢 好 那其實呢 這個 這個問題要等到 我們學完三小型三顆星週才能出 因為他的做圖方式是這樣子的 做ABO之外接圓 做這個三小型ABO的外接圓 這個圓交L於P點 就可以了 那之前那個基測都是初選擇題 所以這是其中的一個選項 那他就正確答案 就是你做他的外接圓 交這條死於P點 為什麼呢 來問你們 既然我已經把做法說出來了 那為什麼這樣就可以 那老師也一樣 如果你期待的 不是說學生自己能夠想到 要怎麼做的話 那麼你可以考慮這樣子 就是我把答案說出來 那你來告訴我為什麼 對不對 讓學生去想 不是說看老師一直表演 那所以為什麼會是P點 就可以 我們拉出這個腳 APO 這個腳就會跟這個一樣是70度 那我把這個腳拉出來的時候 這樣有沒有更容易看出來 因為他們對等 可以嗎 因為圓周角對等幅 所以這個P點就是我們要的 下面這個問題 這裡有一個正三角形ABC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正三角形 如果外面有一點珠 而這個A點 剛好會是 剛好會是 BC珠 這個三角形的外星的話 那麼他要問你的是腳 B珠 C這個腳是幾度 那大家可能有印象 這類的題目 我們之前有看過一題是正方形的 那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學過外星 所以題目的描述是說 A珠等於AB等於AC 這樣子 他是正方形 A珠等於AB等於A這個腳 這樣子 這一邊 那最後就是要引導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所以A是 你如果以A為圓心 這個為半徑 畫一個圓的話 那這個圓會同時過這三點 對不對 因為A是外接圓圓心 所以 你以A為圓心 A珠為半徑 畫一個圓 剛好會 這三點都會在圓圓上 所以我們就會發現 他所問的這個腳B珠C呢 他是圓周腳 他是二分之一的BC弧 而二分之一的BC弧到底是幾度呢 BC弧本身他有對一個圓心腳 所以B珠C這個腳 題目問的這個腳 是30度 可以嗎 他剛好是這個腳的一半 那我們是說 我們之前看過一題是正方形的 那一題的話 那個腳是15度 他是一樣的問題 類似的問題 那麼這一集 順便介紹這個 我們錄這一集的時候呢 剛好機測已經考完了 那所以我們就順便介紹一下 這幾次會考 這今年會考的 我覺得還不錯的兩個題目 一個題目 他有一個矩形ABCD 因為是新題目 所以就沒有用電腦打 畫一下給大家 有一個這個題目 矩形ABCD 然後說有一個圓 這是一個圓 這個圓 過C珠這兩點都在圓周上 然後與AB相切 剛好切在他們的終點 這個地方是AB的終點 這樣子 OK 那他問 用什麼方法可以找到這個圓的圓心 那裡面包括有一些做中垂線的方式 我特別要介紹的是他有一個正確的做法是 連接CE和珠F 連接CE和珠F 這兩條線的焦點就會是圓心了 那麼為什麼 為什麼 我的學生就問我說 為什麼這兩條線焦點會是圓心 那我覺得這題不錯 那為什麼呢 你想想看 按個暫停想下來 好 那原因是因為他是矩形 所以呢 其實這個地方是指角 圓周上出現一個直角 三個點都在圓周上 這個地方夾直角 代表 CE和 我們等一下講這個珠F 也一樣 都是直進 可以嗎 所以 這樣這個 直進 直進 所交的點就會是圓心 這個問題還不錯 我們之前在那個總複習的時候怎麼樣會過圓心 那也有討論到這件事情 那麼另外一題也是這一次這個會考的問題 他說有一個矩形 那個寬是24 長是32 那E是終點 所以這裡16 這裡也16 E F8 B G7 那你可以這樣算一下你就會發現中間FG這裡還有E 這樣子 他問喔 他說 如果我現在折疊這個矩形 我要把A折到C這個位置 A折過來 折到C這個位置 那我這樣子折過來之後壓平 這樣這個折線 會通過哪裡 那大家還記得的話 我之前一直在講就是說 很愛考的問題裡面什麼 你看 有沒有怎麼樣會過圓心 是不是我們特別在前面整理的時候介紹 好 那 還有這個問題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問題 折線是軸對稱 我們折疊它是軸對稱 折疊的時候呢 這個折線是對稱軸 對稱軸會是兩個對稱點連線的中垂線 我們之前是不是一直在介紹這個問題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他問你的就是說 這樣子這個中垂線到底折過來 會中垂線會過哪裡 那他既然是中垂線 中垂線上陣一點到線段兩端等距離 所以這一條綠的會等於這一條綠的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在於說 這樣這個點會落在哪裡對不對 這裡出現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一邊 24 這一邊會等於這一邊 如果是X的話 那麼剩下這一邊是不是應該是 32-X 那我們甚至不需要用 畢式定理去解 那個1為2次方程式 因為他線都給你了 他就只有幾個選項選 所以如果不是 過1還是過F還是過G還是過B 當然不會過1 那過F還是G呢 那你其實稍微看一下就會知道 如果你過F的話這裡24 他不可能這邊24斜邊也24 那你過G的話25 剛好就是怎麼樣 72425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 他會過G點 那就是順便跟大家介紹說 這一次考試又考了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 做圖很重要的這幾個問題 那麼我們在這個 剛才才講到 我們之前一直在講說 最愛考的做圖問題 那我整理這個 五大做圖問題 做圖界的五大天王 這五大天王分別是什麼呢 第一 我們已經講了 我們在影片裡面 至少已經講五六次了 中垂線上任一點到線段兩端點等距離 所以如果你想要求到兩點等距離的話 你就要做中垂線 還記不記得這個問題 一個小鎮有一條公路 公路上要設公車站 希望這個公車站可以到這兩個小鎮 是等距離的 好 那小鎮在這裡 公路在這裡 那公車站要設哪裡 好 這兩個小鎮連線 做中垂線 求這個P點 P甲到P移就會等距離 可以嗎 第二個 做圖界五大天王之二 腳平分線上任一點到兩夾邊等距離 還記得這一題嗎 兩條公路一條捷運線 捷運線上要設一個車站 到兩公路走過去兩條路的直線距離要一樣 那到兩線段等距離 就是要做兩條線段夾腳的腳平分線 所以把兩條公路延伸之後做腳平分線 如果我這樣講 你有點沒看懂 你覺得講很快的話 那一定是因為你前面沒有看 那所以請回去找到這個 幾何問題 就是我們幾何的第一張是 國二下 國二下幾何第一張 然後看那一張的比較後面 就會介紹中垂線跟腳平分線 好 OK 那我們在這裡是做這個總整理 所以當然講起來是比較快 好 第三 這個 做圖 做圖界五大天王的第三大天王 好 這一條 這一題 好 這個 我今天有兩個衛兵 要到河邊喝水 要到河邊喝水 可是衛兵只能轉直角 帥氣 那這樣子要怎麼去哪裡喝 才能夠順利的從A點去喝水 又走回到B點 好這樣子 那這個是 第三大天王 我講這個做圖界的天王 不是指這個問題 他這個題目可以一直換 重點是這件事情 這個 圓周上任一點到直徑兩端夾直角 所以你想要取得 好 兩點你要夾直角的話呢 你就畫一個圓 所以我今天A跟B這兩點 我要找到一點 使得AXB是直角 使得AYB是直角的話 我就以AB為直進化圓 畫出這個圓跟L交的點 就會是我要的點 這個我們也交過 OK 做圖界五大天王 第四大天王 過圓形 我們剛剛是不是就有過圓形 怎麼樣會過圓形來看這裡 第一 懸心聚會過圓形 也就是跟懸 懸的中垂線 會過圓形 第二 跟切線垂直於 切點的線 就是 假如我現在有一個切線 我說我這個圓跟這條線相切 這個圓跟這條線相切 因為 在這個切點 過切點做這條線的垂線 那這條線就會通過圓形 對不對 因為半徑 就直徑 跟切線垂直 第三 圓周上直角 兩端的連線 因為上面這件事情 就是圓周上任意點 跟直徑兩端加直角 所以我如果有一個圓 這個圓周上有一個直角 這樣子 那直徑就在這裡 直徑就會在這裡 可以嗎 這個就是剛才那一題 對不對 矩形跟一個圓的那一題 第四 怎麼樣會過圓形 因為直徑就會過圓形 對不對 第四個怎麼樣會過圓形 兩切線夾角的平分線 我腳一個圓 我有兩條切線 就是切線長性值 那這個切線的腳平分線 就會過圓形 因為他 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裡會平分 這裡也會平分 對不對 那這個是切線長性值的延伸 這個是做圖界五大天王之二 這個一二三四 四個了 一個是中學線上任意點到線到兩端間等距離 一個是腳平分線上任意點到兩夾邊等距離 所以 要到兩點等距離的點在中垂線上做中垂線 要到兩條線段等距離的點做這兩條線段夾角的腳平分線 然後第三個是 要轉直角的話畫一個圓 因為用這個線段當直徑畫一個圓 因為圓周上任意點到直徑兩端夾直角 那第四個是剛才整理的 怎麼樣會過圓形 怎麼樣會過圓形 第五個 就是這個我們剛才提到的 軸對稱 折疊 近反射 都跟軸對稱有關 軸對稱的時候 對稱軸是兩個對稱點的中垂線 這個也是我們前面教過的問題 這個牽牛吃草到河邊喝水 要走最短路徑的話 怎麼樣會最短 做對稱點 以L為對稱軸 做對稱點連線P為最短 為什麼呢 這個是證明 那帶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它的證明 為什麼是從A以L為軸 做A的對稱點在連線呢 我如果在L上任意的再取另外一點Q 那這一點Q 因為L是AA'中垂線 所以AQ會等於QA' 所以我今天去喝水再折回來 AQ加BQ就會等於AQ加 就會等於AQ'加BQ 因為這兩段一樣 所以AQ加BQ會是AQ'加BQ 同樣的道理 AP加BP也會是 A'P加BP 那所以這兩條合起來和這兩條合起來 誰短呢 因為三角形 兩邊合大於第三邊 所以A'Q加BQ一定會大於A'P加BP 因為這是一條直線 那就可以證明說 這個L上所取到的點裡面 A點是能夠讓這個路徑是最短的 所以這是一個不錯的問題 就是說它同時又考了左對稱 然後對稱點到中垂線 中垂線上任意點到兩端點等距離 然後又考了三角形兩邊合大第三邊 這是真的非常好的問題 只是因為很久以前就出過了 然後每個版本的教科書都放 以至於它就不可能再成為會考考題了 因為已經大家都會了 但是是很值得考的 那我常常就覺得說 老師出題目不是為了難導學生嗎 所以說我們這個出題目的思考的方向 其實應該是會讓學生學會就好 所以其實即便是學生已經會的 他有充分的想了 我們充分的講解了 那他對又何妨呢 所以其實如果是學校老師的話 就算是出已經出過的題目也是沒關係啦 那只是因為不希望學生只是被題目被答案 所以那個會考啊 大型考試啊 總是會有更鄭重其事的出題 會出新的題目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啦 這是這次的作業 好我們這樣就上到這裡